俗话说,那啥不吐,战斗力5,这既是对我军战斗力的肯定,更是对我军装备时髦值的自嘲,除了本身工业美学设计的欠缺以外,涂装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毕竟,就算是给F娘娘涂个八爷的绿头白身也得吐到掉渣啊。 从歼10、歼11等第四代战斗机开始,我军航空兵的涂装审美以及实用性总算是达到正常水准了,而最新的歼16更是用上了低可视度涂装,时髦值报表。 当然,要说我军最潮达人,自然还是要数歼20了,局座曾提出过好看的武器一定好用的观点,据不完全统计,自其横空初始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出场自带的明黄色试验涂装, 早期被誉为黑自带的纯黑色隐身涂装,乃至如今正在使用的量产型低可视度银灰色涂装,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能够看到首次出现在国产战机上面的类似俄系战机的几何分割式涂装,以及包括今年珠海航展在内曝光的美式不规则迷彩,这种情况在我军航空兵力时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让歼20的涂装在从定型到量产至今短短四年时间内换了至少五次涂装呢? 众所周知,给战机上涂装并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多的还是处于使用考量。 和地面一样,战机也需要涂装来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大多数战机习惯采用天空的颜色,即白色以及灰色两种色调,有些特殊情况。 甚至还需要在机背和机腹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涂装,以应对来自上方以及下方的敌人。 当然,这一切针对的都是过去那种可视范围内的空战。 而歼20作为第五代战斗机,具备优越的隐身性能,配合强大的航电系统,使其拥有着超视距空战的能力,也就是在视距外便可以击败敌人。 再加上机动性超群,基本上没有近距离缠斗的可能性以及必要,开个加力,翻个筋斗,对面就只能吃尾烟了,以至于部分五代机已经开始摒弃航炮,似乎给歼20测试不同的迷彩涂装显得有点多此一举。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歼20,目前需要满足的不仅是雷达隐身,在目视隐身方面也同样得追求极致, 因为未来空战将是隐身战机之间的角逐场,双方均会拥有强大的雷达探测系统和隐身手段,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让超视距空战演变为视距内空战,进而陷入近距离缠斗。 在这个时候就迷彩伪装来降低和延长对方红外装置本光学探测器的发现几率与锁定时间,几何分割式涂装的作用在于隐藏自己身份, 它能够让一架完整的飞机被若干不规则几何块切割成不同形状的轮廓,从而干扰对面飞行员判断。 而机身轮廓那一圈颜色相对淡的涂装则是为了模糊战机距离,同时,歼20作为我军航空兵性能最为先进的战斗机,有着很高的保密程度,外国卫星难免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而不规则的迷彩涂装则能够将机身许多细节模糊化进而达到隐蔽目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歼20很快摒弃了黑色涂装,除了因为它属于早期吸波涂料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黑色其实并不适合给战机使用,尤其是在白天,一团黑色物体在空中无疑是最为显眼的存在,因而通常只有类似F117那种夜间行动的偷袭用战机,或者SR-71那类高空作业的侦察机才会使用黑色涂装。 我军航空兵涂装从早期土刀掉扎到如今颜值与实力兼具,可以看出正在美军F22以及F35看齐,反观俄军的苏-57,他们虽然在迷彩涂装装上是一把好手,也曾启发过我们,然而至今我们都无法在苏-57上面看到任何隐身涂料的痕迹,这就有点尴尬了。 毕竟涂装是很容易学习到的,但隐身涂料技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攻克的哦。 2018年珠海航展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很多军迷关心的都是这次航展上会看到哪些中国空军的先进装备。 据说,这次肩负20隐身战机也会亮相本次航展,不过,它恐怕也不是来做静态展示的,有可能会出现在空中表演环节。 另外还有肩负10B战机,这次估计也会出现在珠海航展上,这次的意义可以说万众期待。 世界瞩目,因为它目前是中国首款装备矢量发动机的国产战斗机,如果肩负10B能参加珠海航展,这也是继它在2018年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完成首飞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对于战机装备矢量发动机,以下要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通俗讲,矢量发动机就是一种尾吞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的发动机,借它的偏转给战机带来不同方向的推力,这样就会让战机具备更强的机动能力。 就目前来看,全球也只有中美俄三国能造出矢量发动机,而其中当属俄罗斯的技术最为精湛,当年苏富27在巴黎航展上做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动作,靠的就是矢量发动机带给的它匪夷所思的机动性。 眼镜蛇动作之所以难度高,是因为它可以让战机及刹车处于失速状态,机头抬起角度达到110-120度,最终导致机身向斜后方竖立,机尾向前,机头向后翻起,就像眼镜蛇一样。 如果战机能在空中做出这种动作,就意味着在两栖格斗时,它将很容易占据上风,通常战机要绕到敌机后方,必须通过快速运回或者折返来完成,这是必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更何况对方战机也不是静视的,等着让你来摇尾,所以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难。 然而,当战机可以完成眼镜蛇动作时,这种急停不仅可以让敌机冲到前方,而且还能增加战机的攻击角度和范围,向上或后上方攻击。 当然,战机想要完成眼镜蛇动作,也不仅要依靠矢量发动机,还有战机结构,可靠性以及飞行员技术等等方面的要求。 而肩负10B也就是中国首架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的战机,如果它能在珠海航展上完成眼镜蛇动作,那就说明中国不仅在矢量发动机研制技术方面已经低进美额,而且在战机可靠性和飞行员技术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 另外,矢量发动机在肩负10B身上的成功运用,对中国提升肩负20战斗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军迷都知道,目前美国F-22和俄罗斯苏-57都已经配备了矢量发动机,它们的机动性也因此很强,而中国矢负20当下只能依靠反转尾翼来增强其机动性。 相比较矢量发动机而言,要做出一些高难度的格斗动作还是略显吃力的,当然,如果肩负20能换装矢量发动机,那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图为轰-20的想象图。 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右翼超级武器轰-20即将问世,这一战略轰炸机最早明年即将首飞,彻底补齐中国和力量三位一体的最后一块短板。 而对此,有俄国专家表示,由于俄国曾经表示,即使国内的图160变成废铁,也会不卖给中国。 到现在,中国已经研制出了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不再需要图160了。 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轰-20甚至可能比歼20还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直接对美国本土造成致命威胁。 美国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的轰-20相关的设计指标和作战的能力,都处于保密阶段,但是专家们都认为这一飞机的造型或者会和美国的B-2非常相似。 因为采用飞翼布局能够更加有利于这款战机的隐身,图为轰-20想象图。 作为类似B-2这样的飞翼式飞机,中国在研究轰-20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面对了一系列的问题,像是需要进行Mass型布置,以降低正面雷达反射率的进气道设计,以及需要在喷口处进行反雷达照射,以及对拍器进行红外消除的作业。 这显然是一系列非常够复杂的行为,虽然说美国的B-2已经有一系列的先例,但是完全魔法,对于轰-20来说也是不可行的。 首先,B-2的无垂尾设计会导致战机的纵向航行变得相当不稳定,就算有了小异也只是能够缓解这一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样,飞机都会呈现S字的方式前进,所以轰-20需要通过一系列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还不能通过常规的垂尾来处理,所以,先进的感应系统和惯性导航设备,甚至通过北斗卫星进行辅助导航,对于轰-20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突围美军B-2轰炸机。 没有垂尾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轰-20并没有主观意义上的方向作,或者轰-20会通过类似于客机一样的方式,通过改变飞机侧倾的方式进行转向,又或者像是B-2一样通过调整自身的副翼,通过减速板的方式来进行转向。 也有可能在小翼上安装转向系统又或者是使用全动小翼,反正,对于飞翼式飞机来说,其可操作性,是非常低下的。 总的来说,轰-20不管怎么样,都即将进入服役阶段了。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核三位一体将被捕上自己的最后一片拼图,也就是中国战略打击能力全部。